我對不起我還沒講完啊 主持人介紹 如果要這樣的話 你講兩句我要賭一句啊 我沒有賭你 主持人賭你嘛 你不要緊張嘛 你緊張賭你呢 又不是你主持人 那你不要那麼大聲 誰賭你呢 我對他 他弄錯不是我弄錯 主持人你現在把話做完 謝謝我講完了謝謝 我講完了謝謝 我跟你講我說實話 我是感謝輝文 不用再靠我的表演 我說實話 你每次這麼大聲啊 我怕了 都幫忙宋楚瑜講話 不會不會 我相信不會 我跟你講你越大聲罵他 你越把他罵得像狗一樣啊 是同行宋楚瑜的人都跑出來 本來宋楚瑜沒有像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要回答鳳馨的話 鄭藍 請問 你否認親民黨是藍嗎 你沒有否認嘛 那何必再問呢 問題是 國民黨有沒有承認親民黨是藍 有沒有承認這個 新黨是藍的 說實話 是有承認 新黨跟親民黨 是比國民黨更國民黨的人啦 當時是這樣子出現的嘛 所以這有什麼 什麼可以疑問的呢 不用疑問 只是說 要談合作 難道是我小黨的 我們小黨 還沒有去說要見馬英九 已經被捏成說 求官啦 我這個歷史說過了嘛 我們不要再重複這些歷史 今天已經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就像 剛才我們聖鋒兄說的 到這邊來以後 要不就是選嘛 輸了幹麼 而且我說實話 我必須說一句話 我們也評估過 親民黨可以再睡覺 統統票一個都不要出來 反正也沒人會罵 受罪於搞不好還很愉快 還以為還人弄生 但是親民黨今天出來選 是第一個很多支持者的要求 第二個 您認為馬英九先生 現在有這麼多的支持人 會出來投票嗎 如果把那些睡著的票都叫出來了 那就是親民黨很多支持的人 已經不滿 把他叫出來的票 這些票會投給誰 當然投給馬英九嘛 所以不要緊張嘛 好不好 所以我再說 另外把他說完 就是說 今天親民黨出來選 我們跟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有不一樣啊 就是我們跟他的國家認同不一樣嘛 我們跟他的兩岸主張不一樣嘛 如果他能跟我們一樣 可以合作我就不能合作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可能放棄嘛 不可能放棄嘛 不可能放棄宋楚瑜先把這個門寫得很清楚 我們對中華民國我們堅持了 中華民國親民黨最堅持 第二個 兩岸政策 兩岸政策 他的主張跟親民黨不一樣嘛 就是這樣子 您可以回兩句 然後鳳鑫小姐準備回應 是不是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 我沒有把宋 宋楚瑜主席 講成狗 罵成狗 我沒有 剛剛濤哥你放的肉帶是 李登輝生日 宋楚瑜去住售 是自由時報專訪宋楚瑜 不是我專訪總理 是自由時報說宋楚瑜傷心病狂 不是我 不用扣這個帽子 第二個 剛剛觀眾朋友扣你講得很好啊 2006年誰說退出政壇呢 2008年一個叫做謝長廷的也說要退出政壇 可是最後謝長廷出來的時候謝長廷還講一句什麼 不好意思我也會吞下去啊 是誰出爾反爾的 沒有必要這樣子啦 為了幾千塊車馬費 每個戰到這樣要做什麼 沒有必要啦 誰是為了政治動機啊 大家看清楚啦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坦白說 在此之前我沒有懷疑過清民黨是藍軍 如果大家不了解我為什麼有這個疑問的話 歡迎大家12點開始看重播 然後看看在前一個小時 劉文雄怎麼談 他到底該不該是藍軍這件事情 當然我希望你剛剛講的那個話才是定局 那今天我們才可以談藍軍要不要合作這件事情 如果說 如果說你的回答是前一個小時說 為什麼要把我們歸類為藍軍 這樣子的回答的話 那我當然會有疑問啊 我覺得大家自己看重播就知道了 那現在 現在是如果大家還保持那個共同的價值 是這個台灣可以持續往前走 這個中華民國 然後怎麼樣造成台灣的民眾 在未來這個五年十年還可以有一個非常清楚 而不是虛耗下去的 不像是2000年到08年的這種虛耗 那但是現在好像已經有種完全全部斷了吧 這個小黨好像都快被壓到 連喘氣都沒地方喘 要讓主持人抗議 西黨加油 是是是 可以嗎 這樣子 我想我們在這個節目也都不是第一天上 我們在這裡批評馬 批評的力度之強啊 可能我想馬先生都會受不了了 為了誰 不是為國民黨 是為這個國家 今天在這裡大家都在欠局 在苦欠局 為這個欠局 也是為了什麼 也是為了國家 我想這一點 或許大家 言語上或什麼 會有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我想這個是一個前提 應該沒有變的 我們講論述 國民黨是不統不獨不武 親民黨一不一樣 到底是不獨不武 不同要不要談 要不要談同 那論述馬上擺在這裡啊 國民黨不同不獨不武 這是已經先告了 那親民黨要論述 不同要不要論 統不統 那馬上一個挑戰 解決了怎麼會 會逃得掉的呢 親民黨要找現實力 政治現實上的說法很簡單 當然要再讓你國民黨會痛的地方提名 才有實力嘛 今天今天他提到台南市去 那提到台南市去 幾個例子 國民黨說謝謝謝謝謝謝 那他說多一點票多一點票 是不是這樣子啊 不 當然就是 你會掉到沒掉出來 我累 你才會痛 會痛 我們才會談其他 所以我講 說以小四大以智啊 是智謀的智 或者智慧的智 我就是插在這裡猶豫啊 不是這樣子嗎 現在我告訴各位 不只是關鍵器才會痛啊 我親耳聽到的 誰去說 勸如誰都清楚的 勸他在哪裡選 但誰選 為什麼 一個理由 就是把吳醫生要拉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馬團隊的一份子 那吳醫生可以有很多理由 我認為吳醫生恰不恰到 我可以講很多理由 但是又一個理由叫做馬團隊啊 這個理由就怎麼樣子 那馬團隊這邊有一個 那這個馬團隊他不會去啦 你放心啦 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人 人家不會去啦 哎喲 我們真的 這個所謂馬團隊在目前在台南 大概是最艱困區 不是 所以我要提一個嘛 今天提一個 今天講嘛 總統大選 對這個我們不會影響 不會 這個局局要下去 誰都控制不了 我請問 有一天 像現在十幾%的支持度慢慢出來 是認為宋先生選總統的支持度 20%以上的時候 會不會心動啊 我 我擺明的告訴你 會不會心動 你不動 很多人都希望你動啊 怎麼會不會有影響呢 所以我們在這裡千萬別忘記 07年嘉義數 為什麼國民黨可以贏 因為有台人出來選 或者嘉義憑什麼贏啊 你剛講的說這個淡水區 吳俞昇跟這個目前民進黨的何博文 如果親民黨也在這邊提名的話 在去年五度是一對一的 53.15跟46.85 所以也知道少少的一兩萬票 大概也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韜哥我簡單回憶一下 因為我是當事人 我很多支持者 一直在看電視 我們在台南第四選區 絕對有機會當選 我必須這樣講 即便許天來說 比登陸月球還難 我們一步一步邁向月球 這是先幫我自己講一下 否則好像我是選獎 絕對是選真的 第一個 第二個 不同不獨不 剛剛李森鳳老師 我必須加一個帽子 這是總統很堅持 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之下 這八年不推動 這第三點 我有統一獨立 武立 不同不獨不五 他是由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就這一點 我認為我跟親民黨新黨是一樣 因為我們認同中華民國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我不不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 所以就是憲法 不同不一樣 providing 中華民國憲法 這就是我們引所有的 這是第一個 我必須要講一下 不要明天支持著混淆 第二部分剛剛提到 就是 我其實很感謝 剛剛李老大跟文雄雄提到 親民黨在總統大選 不能讓蔡英文得利 這個是第一個重要的因素 在這個因素之下 藍軍總統是支持滿久了 那我就必須要講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推出親民黨候選人 民眾不會這樣分裂 一方面你們支持總統 那一方面綠的選民 又來支持你的立委 不太可能 邏輯上不太可能 所以我剛剛提到 不是說一定誰要進立法院 李拉丹能夠進立法院 文雄雄能夠進立法院 只要優秀的人能夠進立法院 真的有機會拿下這一席 都是好事 所以關鍵是剛剛韜哥提到了 有沒有協調的空間 有沒有共推的空間 還有沒有共推的空間 還是說絕對就不談了 我覺得這東西是民眾關心 如果還有共推的空間來講 方法 廖秘書長多次講到 如果親民黨有適合的人選出來 有機會勝選 藍軍內部 國民黨親民黨絕對還有談的空間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當然是沒有談的 這還有沒有這個空間 這就是今天自由時報 在昨天專訪宋楚瑜先生之後 今天又再度引用文雄先生說 馬金體制禍國殃民 我來說明一下 其實他媒體都是會截取一段 就是說啊 馬金體制 其實我說的意思是這樣 國民黨是一個很成熟的政黨 建國一百年了 國民黨成立也不止一百年 那國民黨的執政也很有經驗 選舉也很有經驗 都很成熟的 怎麼可能 國民黨再次執政的時候 三年多來 好像每一樣東西都走位了 那這個中間輔佐他最多的應該是金武松先生嘛 金武松先生從美國被請回來 然後你看一路輸到輸到現在嘛 然後他輔佐這個馬一九先生 現在他已經是跳過黨的中央 跳過行政院 已經先成立了一個輔選的一個中心嘛 自己擔任執行長 那我要請問 馬先生到任何一個地方去的時候 怎麼會要刑單這個引估呢 然後做了決定 好像跟民眾期待差很遠了 那我再說 這個2008年 2000年的時候 我剛剛有提過這個連送的問題 那個時候大家為什麼 拼到你死我我活 可是後來是能合作 就是說新黨 清兵黨內心深處 絕對撲開以後是藍色的 是最國民黨的國民黨 所以說那個時候都能夠見面了 為什麼在2008年以後 宋不是沒有跟馬見過面了 他們兩三個湖南人 在仁愛路的八樓辦公室見過面 可能那個以後 金武松回來以後 沒有再見過面了 然後第三個 我們聽到現在 包括許卓雲院士 那我們就看到很多像 蘇啟 蘇啟是何等人員 他是國安會議的秘書長 結果他必須要寫 用在報紙上投稿 來告訴馬英九先生 現在政府是這樣子 詹啟賢先生 然後黃達夫這個院長 中屬此類的人都要透過媒體來建言 怎麼搞了 這個溝通管道不見啊 馬主席有忙到這個程度嗎 是不是 然後再來 我們必須說 如果一直都在放話 就像 誰在放話 我不曉得誰在放話 我昨天講一半 你不讓我講就是 那個在說什麼求官 那現在一樣 連送都還沒見 已經在求官了 我說實話 沒有 沒有任何的委屈 親民黨沒有任何委屈 也不必生氣 要爭氣 對不對 委屈幹什麼 政治 你參加政治 本來就有起起落落嘛 所以我再說 是金福松先生 拜託拜託 如果你真的是很能幹 真的是為馬英九先生 事實上也聽他一個人的 是不是可以拜託拜託 讓馬先生趕快恢復過去 成熟國民黨 能夠展現的那種風範嘛 治國有能力 選舉有辦法 然後老百姓都鼓掌 他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學了大家這麼痛苦 蔡英文到現在 什麼都沒說清楚 拜託一下 你姿勢度 怎麼會這麼高呢 現在這個重點就是 馬金的體制 這個禍國殃民 那是因為這個選舉 拜的這個禍國殃民 還是施政 是馬英九跟這個金普聰的 這個禍國殃民 禍國殃民是什麼 我先回答一下 禍國 馬金體制 或者馬英九團隊 或者 國民黨執政團隊 我想最嚴謹的加碼 是國民黨執政團隊 這三年多來 有沒有禍國殃民 把所有的政績 拿去接受 所有民眾的檢驗 如果多數認為有 我沒有話講 如果沒有話 我不認為應該要這個帽子 戴在他的頭上 這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今天金普聰現在不在現場 我沒有義務幫他講話 但是我必須講一句公道話 我認為 今天如果說 我們相關的什麼 外貿表現很好 免簽證國家 增加到110幾個 任何國家正面的 從來沒有一個說 這跟金普聰有什麼關係 從來沒有聽到 馬金體制 等到有一些不滿 有一些不滿的力量 有誰找不到誰 就硬要把他扯出來 好像要找一個替死鬼 我認為那也不公道 今天有沒有禍國殃民 我們執政團隊 有沒有守住當時 我們2007年競選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 有沒有捍衛中華民國 我們的共同價值 國旗是否變成大家共同價值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對於司法 或者對於相關的改革 有沒有做到 至少不貪腐 司法改革還有進步的空間 有沒有做到 第三個 我們有沒有努力 跟大家一起度過金融海嘯 在全球都一邊 產稀稀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確各項數據 進步得比真相快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絕對有太多要檢討的空間 但是不要用一句話 否定了這麼多人 這三年來 努力的價值 這並不公道 我是補充 最重要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我絕對覺得 因為我們都從 他連還當過國民黨黨功了 我們覺得國民黨 真正 讓我們心想像中的 傳統的 正統的國民黨 不是金普通他們這樣做法 我簡單講就好了 其他就不要再說了 金普通要被批評了 我想 可以在這裡開一個專題 可以來批評 大概一個禮拜都可以批評得完 我們有意見 那你說 馬金提制做得好不好 說他不夠好 大概也沒有人有意見 他說霍國雅兵 其實是太沉重了一點 我平安心講 而且這個宋跟金之間還有一個恩怨 這個恩怨裡面就是所謂的假民調 我在這裡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說金普通有什麼缺點 我沒有意見 但是說假民調是金普通有關 是金普通做的 這個絕對不是事實 我想在2000年 在廉治寧裡面做民調的很多 其中沒有一個名字叫金普通的 這一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再過來 我今天要講的是講這一篇 這個才是個重點 宋楚瑜跟玲瓏山 那恩怨情仇20年啊 當時玲瓏山一生最想達到的 所以你講這個之前我們再稍後馬上再回來 我們聽觀眾朋友這個問題 同時這個馬金的這個體制 為什麼是霍國殃民金普通 是不是宋楚瑜先生的眼中釘 或者是讓宋楚瑜先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個不公平 稍後大家把話彈出來一下 立刻回來 謝謝 謝謝